记者张义晨宜兰报道,台九线苏花公路11437K9公里路段摊方处,经上午7时完成抢修恢复通车,昨晚停留在东澳端的车流经开始涌入苏花公路,车辆走走停停,车阵从摊方处绵延超过4公里,苏澳端车流则从摊方处延伸6公里。 公路单位表示,经期待路段展开复建工程,每两小时开放10分钟通行,晚间6时再采一夜间预警性封闭,到隔日上午7时,直到完工为止。 台九线苏花公路11437K9公里路段受好雨影响,昨下午5时时出现第二次土石摊方阻断双向道路。 公路总局考量行车安全,昨晚5时50分起时失丰路,直到今早天后放行,投入机具抢修,终于在上午7时恢复通车。 不过,因今上午苏花公路仍有零星降雨,摊方处采借户通行,若遇落实则封闭车道,直到清理完毕才开放通行。 由于需一边施工,一边放行车辆,因此从今早通车后,车流仍未输到完毕。 工程人员形容现况是且站且走,希望用路人体谅。 四公处南澳公务段表示,因摊方处需进行刷坡抢修。 该路段经起至22日,寒假日,每日上午7至8时开放通行。 八十几开始管制,每两小时开放一次,每逢10点,12点,14点及16点。 以车正清空为原则放行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